我怎么觉得跟做梦一样 当然不是做梦了 你许世霖 的的确确是娶了罗家的大公主 这是真的 是真的 不过 你先别着急 有些事情我还要跟你说 你说吧 老婆大人 我听着呢 你还记得 今天到婚礼现场 来的那几个公公吗 他们呢 你不说我都忘了 他们找你什么事 我找他们帮了我一个忙 什么忙 抽了一个老男人的血 抽老男人的血 什么呀 这都是 你先别笑了 我爸你听了以后 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 我不笑 你说 那个老男人 曾经和姑妈相爱过 而且 还和姑妈之间 有一个亲生女儿 他说 那个女儿 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现在 是不是不想笑了 很好奇吧 她就是罗依 你说罗姨 罗柔 你不是在跟我说笑话 拿这种问题来开玩笑 你觉得有意义吗 我把我这两天忙的结果 都告诉你了 怎么样 什么感觉 罗柔 你就是个骗子 你才是骗子呢 许世民 你知不知道 当我答应和你结婚的那一刻 我有多恶心 我有多恶心你知道吗 那你干嘛要答应跟我结婚 那你干嘛要跟我结婚 你就是个无耻的骗子 从做到为 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一个字 就是钱 今天我告诉你 我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不是姑妈的继承人 罗姨才是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是罗总他提拔了我 把我培养成才 罗总走了以后 罗家也就败了 我的心里面我特别难受 我是看着小柔和姨姨长大的 在我的心里面 我是把他们当亲人一样对着的 所以在您回来之前呢 我不计代价地买下罗家的房子 又把他们接回来 我现在算是有了点钱 可这能算什么呢 罗家不在了 我这心里面我特别失落 所以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让小柔幸福 只有小柔幸福了 我这心里面才能幸福 许先生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呢 姑妈呀 我想许小柔 我是真心爱她的 您是罗家唯一的长辈了 所以我跟她的事呢 我希望您能跟我们做出 许世林 你又想打我姐姐的主意 罗姨 怎么跟客人说话呢 姑妈你知道吗 她就 姑妈 你回来的正好 许先生刚刚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小柔啊 我已经跟我的合伙人说好了 我准备把我的公司呢 加入到姑妈的集团 用你来经营 许世林 你给我出去 罗姨 姑妈你知道吗 当年爸爸的事情就是 罗姨 你别说了 这儿的事没有你差酒的份 姑妈 能这样 我先走了 小柔 我只要跟你笑醒 许世林 你这个骗子 你又想骗我姐 你以为你能能逞吗 依依 干嘛呀 跟我那么大的仇 你自己清楚 我告诉你 我姐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不可能 是吗 罗姨 我嫁不嫁给她 不是你说了算的 你先回屋去吧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你先回去啊 徐世林 你给我听好了 我姑妈的确答应我 结完婚之后 会把这公司给我 所以 我希望这个时间 越快越好 如果你嫁给我的话 就你爸爸就是我 随我旁败的事情 许世林 他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他是个小人 你要离他远远的 有了我 你们一下也才没有保障 知道怎么办 我 你开下门好吗 我想跟你谈一谈 有什么好谈的 早点睡吧 我 我睡不着 我想跟你谈一谈 你真的答应徐世林了吗 这些事不用你管 我知道 不过我相信你 你不会嫁给他的 他是一个骗子 你不要相信他 我们再也不要上他的当了 姐 我从来都不敢管你的生活 但是你要记住 许世林当年是怎么对我们的 你嫁给他是没有幸福的 我 你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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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妈 有一件事情我想宣布 我已经答应许致林的求婚了 可能这个月 我们就会结婚的 姐 罗姨 这两天去陪姐姐血红纱吧 你有没有被爸爸想过 你举到她 罗姨 你胡说什么 你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以后不要关我的事 可是你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了吗 可是什么 我们之前有什么约定 叫你不要管就不要管吗 她怎么这么激动啊 啊 没什么姑妈 她以前和许世林 也有点儿没关系 现在发现许世林追我 所以心里不痛快吗 嗯 是这样啊 姑妈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个许世林 关系挺多 上上下下认识不少人 集团开展国内业务 这样的人倒是很需要 不过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你要真心喜欢她 愿意和她生活在一起 我也没什么意见 嗯 知道了 放心吧姑妈 我一定会让您满意的 不管是婚姻还是公司上面 我都不会让您失望的 姐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怎么 倒是你 我可警告你啊 以后你别在姑妈面前大惊小怪的 你不要让姑妈知道我们家的事 你懂吗 可是她是一个混蛋 难道你忘了爸爸是怎么死的吗 我没忘 你太冲动了 想的太多了 是爸爸亲口告诉我的 行了 我不用你来说这些 难道 难道你不会认为许世林 许世林真的会爱上我 对我是真心的吗 我想如果爸爸没去世的话 也会同意我的选择的 那你爱她吗 那我应该爱谁啊 爱世青吗 我告诉你罗姨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劝我 你明白吗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怎么 总之 我已经决定了 就不可能再公改了 以后 你别想再来阻拦我 许世林 依依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你忘了你给我一张名片的 你说可以找到这儿来的 哦 哎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要知道我姐并不爱你 我明白 我当然明白了 你会毁得她一辈子幸福的 而且你也不会幸福的 那可未必吧 依依 你过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吗 我要告诉你 我们家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你走你自己的路吧 别想从我姐姐那儿得到什么 依依啊 有时候你问的问题呢 问的比较天真 但同时又很精致 我跟我姐都知道当年是怎么回事 你以为我找不到证据吗 哎 小丫头 我警告你啊 我警告你诬陷好人的结果啊 我会豁出去的 如果你不放我姐的话 咱们走着瞧 我发现从文姐死了之后 你的脑子有问题吗 徐世林 你放了我姐姐吗 你松开 你你跟我爸爸那么久 你就想害我们吗 你准备害我们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扎着我们不放呢 哭什么呀 别耳朵哭啊 爸爸看见会伤心 混蛋 好 我混蛋 徐世林 混蛋 爸爸 请原谅女儿 我要跟你害你的人结婚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的 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这样 我才能替您报仇 还有 我不能让罗姨继承公妈的财产 她已经拥有太多了 拥有了爸爸对她的爱 妈妈对她的爱 文杰的 四亲的 可是我呢 爸爸 我才是一亲生的女儿 你要替我着想啊 爸爸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会要徐世林 死得很惨 我也断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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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属于我的一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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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谢谢 恭喜了 你愿意 快往里面走 好久了 好久了 没说来了来了 恭喜啊 恭喜恭喜 这是我的领包 就是男菜女包 恭喜恭喜啊 进去吧 恭喜 进去吧 恭喜 就不见了啊 行了 来了 恭喜 幸福快乐 来 恭喜恭喜 对 这个稍微再低点 对 嗯 化妆师 要不你先出去一下 我们自己可以 嗯 你干嘛老师捧着个脸 我这是婚礼 不是葬礼 不是葬礼 露音 姐有一件事就要告诉你 你不是上次问过 姑妈为什么会在那个坟前哭吗 现在可以让你知道了 因为 那个坟里埋的是她的孩子 你说什么 好 当年 姑妈和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女孩 然后 被爷爷误认为是野种 扔到乡下去了 姑妈找到了她 可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 好 乐音 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跟你说这件事情吗 是因为姐姐马上就要结婚了 不能够每天都看到你 你这样傻乎乎的 要是你去跟姑妈提这件事情 她现在的心情和情绪 都非常的敏感 她会伤心不已的 如果 因为过于激动 导致姑妈再也醒不过来 那该怎么办 姐 我知道了 你知道就好 别想了 去帮我催催音乐 待会儿婚礼就开始了 嗯 姓许子 你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这公司是咱们俩的 你凭什么送给罗家 老兄 你先别冲动好不好 即可成不了大事 老子不跟你说那些 待会儿酒桌上 你应该得给兄弟点面子 给你面子 那谁给我面子 老王 你是憋着气跟我闹事是不是 姓许子 那两个傻丫头不知道的事 我可全知道 你之前在罗总那儿偷了不少的好处 我全记在这儿呢 罗总出事 虽然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检察院没查到的那些事 全是你干的 哎 你别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好不好 你也没少到好处吧 是 确实是没少了 可咱们俩是拴在一起的骂着 你怎么可以不跟我商量 你就把公司送给他呢 你动动脑子 咱的公司跟罗家比算个屁啊 反正我是把我的股份拿出来了 我劝你跟我一起干好不好 将来一定会有好果子的事 哼 老子根本这么辛苦赚的钱 我会拿出来 行 我也不勉强你 等我吃了罗家 你可别后悔 好 下面我们有请这对新人 闪亮登场 好啊 好啊 谢谢 谢谢 请大家先敬一敬 这两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许世霖先生 好啊 罗柔小姐 好了 有请她们喝交杯酒 这两杯酒 象征着吉祥 如意 幸福 你们要一饮而尽 小大大大大大 小子有事啊 让开 赶紧给我让开听听没有 听听没有 先生你不能云干吗 您出去 军军交人业业的 新娘子够漂亮的 小废话 你到底要干嘛 上次兄弟们帮你弄那管血 后来我们大概算了算 你给的钱也太少了 可是不是已经商量好的吗 是商量好了 但是后来我有个兄弟 被警察给抓了 是吗 那他说什么了 我们这些人呢 都讲义气 他进去什么也没说 最后也怕了 你总得拿点损失费给我 行 你说吧 要多少 姐姐够爽快的 懂得什么叫破财免赛 行了 别废话了 到底要多少 两万 你这不叫讹人吗 姐姐 什么叫讹人 兄弟们 让姐姐开开眼 好嘞 等会儿 先别进去 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 你过来 你过来 这没你的事 你先进去吧 放心吧 进去 快 行了 你别废话 您快快走 我给你钱 快走 好 那姐姐 你先忙你的 我们那边好 好 好 好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哦 没什么 一些无聊的人罢了 对了 里面人还等着呢 赶快进去吧 没事 便宜 harmony 芯े 叶 哎绅 一桌喝了一圈 真没少喝 这些年跟你爸 我只把酒量练出来 不然我早就醉了 怎么样 开心了吗 你说呢宝贝 开心就好 开心 今天我特别开心 我怎么觉得跟做梦一样 当然不是做梦了 你许世霖 的的确确是娶了罗家的大公主 这是真的 是真的 你先别着急 有些事情我还要跟你说 你说吧老婆大人 我听着呢 你还记得 今天到婚礼现场 来的那几个公公呢 他们呢 你不说我都忘了 他们找你什么事 我找他们帮了我一个忙 什么忙 抽了一个老男人的血 抽老男人的血 什么呀这都是 什么呀这都是 你先别笑了 我爸你听了以后 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不笑 你说 那个老男人 那个老男人 曾经和姑妈相爱过 而且 还和姑妈之间 有一个亲生女儿 那个女儿 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现在是不是不想笑了 很好奇吧 她就是罗姨 你说罗姨 不如 你不是在跟我说笑吗 拿这种问题来开玩笑 你觉得有意义吗 我把我这两天忙的结果 都告诉你了 怎么样 什么感觉 罗柔 你就是个骗子 你才是骗子呢 许世民 你知不知道 当我答应和你结婚的那一刻 我有多恶心 我有多恶心 你知道吗 那你干嘛要答应跟我结婚 那你干嘛要跟我结婚 你就是个无耻的骗子 从做到为 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一个字 就是钱 今天我告诉你 我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不是姑妈的继承人 罗姨才是 我让你等一下 我让你怎么记住 好 你怎么就替你 你怎么记住 我干嘛 你怎么记住 你不记住 我 ć不记住 我希望我 和我 我내的 吗 我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你不记住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等着你问这句话呢 绝不能把这个秘密报到时间 我告诉你报仇 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已经料到你会这么想了 许诗玲 我竟然嫁给了你 你就是我的丈夫了 我们俩现在应该一条心 你呢 得到你想要的 我达到我的目的 你说呢 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要不就一不做二不绣 把他做好吗 谁 还能有谁 你是说把罗姨给做了 不行 绝对不行 我知道你通常就不喜欢他 现在你也明白了 他连你亲妹妹都不是 你这个人可真够狠的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只要不让罗姨知道这个秘密 我们就应该没问题的 他又不是傻子 你姑妈整天哭哭啼啼的 他就不会问吗 你放心好了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那我也有我的条件 你得把我的公司还给我 让我自己求你 小人就是小人 行 历日都给你 不过 从表面上 你得彻彻底底地服了我 听我的 这一点也是你在姑妈面前许的愿 你笑什么 罗柔啊罗柔 我都忘了 你从小就有一颗那么狠毒 又能不能算计的心 你装出一副可怜弱小的样子 你把所有的人都骗了 你不简单的 我他妈的都被你玩了 我他妈的都被你玩了 你给我放干净点 你给我放干净点 好 好 好 从今后 我们就是一条心了 我听你的 你给我放尊重点 你给我放尊重点 现在会是你的丈夫 你是我的老婆 那 你还想不想要那些财产呢 想要呢 就听我的 白天呢 我们俩是夫妻 晚上呢 我们就分开睡 当然了 也不会永远这样的 等你我 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我们俩 就可以做真正的夫妻了 你裸柔的这颗心里面 留在算计什么呢 小人之心 我是个女人 我也希望稳定 我希望出差错 再说了 刚刚跟你结了婚 很快又离婚 我怎么去见人呢 我既然决定了 就一定是你的人了 许世霖 你自己想明白了吧 晚安 姑妈 怎么了 又想不开心的事了 你知道吗 怎么了 这二十年来 我办公司 忙生意 只有一个动力 就是希望有一天 找到我的女儿 到时候 我就把我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爱都给她 可是没想到 到头来却是白发人素黑发人 姑妈 姑妈你不能这样 你要老这样的话 我现在也不能老在你身边 我会担心的 你说得对 不想了 不想了 洛柔啊 我考虑好了 决定把公司交给你 我已经让律师去做文件了 三个月以后 就任命你为代理董事长 公司的管理权 和资金的调配权 都交给你 怎么了 是不是责任太重 把你吓坏了 不 能把罗家担子扛起来的 那一定是我 我是罗家敏的侄女 我们罗家的女人 是不懂得害怕两字的 姑妈 我特别地感激 特别地感激您对我的信任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我们罗家的公司 搞得红红火火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恭喜娘子啊 很快 你就能得到整个公司了 哎呀 我真是没想到 姑妈看着外表精明强横 说到底还是个女人 居然还是这么好骗 把你手拿开 小柔 好歹我也是你丈夫 在外边 你是 在我面前 你什么都不是 好 我不和你计较 但你要记住 没有我的帮助 你不会这么顺利地得到了我事 你也别忘了 没有我的帮助 如果不是因为我没在姑妈面前揭穿你 你能进了罗家 还有 我不希望你在我面前 说我姑妈的坏话 我不爱听 好 如你把你姑妈耍得团团转 连亲生女儿都认不掉 还不让我说句话吗 我要说什么做什么 那是我分内的事 轮不到你插嘴 就像你不让我动罗衣是吗 小柔啊 我发现你今天还真有点意思 你是不是在心里觉得对他们愧疚 这可不像的 行了 你能少说两句废话吗 好啊 不说就不说 不过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只要罗衣在你姑妈身边一天 你就不算真正得到罗氏了 你放心吧 我会让她离开的 罗衣 快进来 我跟你说 这儿的琴是最好的 姐 许世霖对你好吗 我带你来是来看琴的 你提她干嘛 我真弄不懂 你为什么要嫁给她 你怎么想的呀 罗衣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姐 好了 罗衣 今天我带你过来 就是带你来看这把琴的 怎么样 漂亮吗 这是这儿最贵的 最好的一把琴 可是我不需要心情啊 你需要 如果你成为香港音乐学院的学生 你就需要像这样一把 又漂亮又配得上你的琴 什么香港音乐学院啊 依依 小的时候我不服气 不过现在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琴是拉得比我好 我呢 经常生你的气 不过回头想想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 有许许多多 共同地关于爸爸妈妈的回忆 我对你太凶了 你原谅我好吗 姐 你知道我从来都不生你气的 我知道 不过 我也尽可能地想弥补你 所以 我帮你在香港音乐学院 帮您上学了 香港音乐学院 是啊 洛伊 你喜欢拉琴就应该继续学下去 当然了 如果近一点比较好 比如说 能够在北京上学 不过 我可是听说 你最喜欢的提琴演奏家 会在香港讲课 普利托 嗯 卡罗斯普利托 对 就是他 而且 听说他已经答应 在欧洲巡回演出期间 会在香港客座讲学 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他都会定期地在香港讲课 你终于可以见到他了 天哪 姐 我太感谢你了 太感谢你了 我终于可以听到他演奏了 我看您那么高兴啊 我心里特别开心 谢谢你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左耳听不到 他会不会不教我 傻瓜 这事啊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交给我好了 只要你一句话 你马上就可以去 哦 可是 又怎么了 姐 我知道你不愿意提私情 可是我舍不得他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他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 我老是跟你说 你不要那么死心眼 你想想 四星他喜欢你 无非就是因为你单纯 其他的呢 你没有一技之长 可是四星好歹也是个知名作家 你说你 你整天无所事事 有手好闲的 你们这种关系能长久吗 骆依 你别傻了 你想想 如果四星他真心真意地爱你 他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等你学成回来 那多风光啊 你们俩将是多么般配的一对 你想想那一切 是不是很美好 学音乐 那东西有什么好学的 你怎么也鼓励他不务正业啊 来 骆依有什么正业呢 我有您的帮助才读了MBA 他可是连大学都没有读完 与其让他这样荒废时间 不如让他去学点东西 我是担心他呀 现在在我们身边 他晃晃悠悠的过日子 还无所谓 要是等以后他独立了 他什么都不会 你说怎么办呢 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他 没想到 你还挺替他着想的 那能怎么办呢 他毕竟是我的妹妹 虽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但从小我们都生活在一起 看着他这样 我实在是不忍心 好吧 他要是愿意学 那就让他去学吧 真的 姑妈 您太好了 我替罗医先生谢谢您了 谢我干什么 他能有你这么样一个姐姐 还这么关心他 他应该谢你才对呀 你干嘛 你干嘛 学会捣乱了是吧 别动 让我再抱你一会儿 思青啊 你会不会觉得 我整天无所事事的 没有啊 你是不是呆闷了 我是说我没有工作 没有学历 谁说你没有工作 你不是给我当助手了吗 就算这还算一份工作 可自从我们谈恋爱以后 它就变成一种陪伴了 依依啊 是不是我整天忙着写作 根本就没估计你的感受 好 这样吧 我写完了 咱们出去吃晚饭 我没有怪你 我只是在想 想什么 你工作吧 让我抱着你 好吗 好啊 那你看着我写 看着我工作 嗯 姑妈已经同意了 你要知道 姑妈多反对你拉琴呢 要说服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趁她还没有改变主意 你赶快决定 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想去 你知道的 从小我就喜欢拉琴 一直想要有这样的机会 你还记得 以前教我们拉琴的那个刘老师吗 她跟妈妈说 由于我耳朵的问题 拉琴没有未来 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 现在有了这个机会 又可以拉琴 还可以去深造 我真的很想去 那还犹豫什么 我都已跟学院联系好了 只要你愿意 马上就可以过去啊 可是 我不知道怎么跟四星说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那就不要谈 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 我想征就她的意见 但她知道以后 会不会留我 如果她留我的话 我想我会更加矛盾 也许会放弃这个机会 但如果不去的话 我又怕将来会后悔 可是你知道吗 我更害怕她不留我 现在我整天心里乱七八糟的 每天头都想大了 姐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一一开下门 一一 一一 来了来了 是你 找一一是吧 刚才爱在家呢 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她去超市了 超市了 哦 你要等她进来等 我写东西你先不知道 啊 我不是找她 是来找你的 找我 怎么 和我妹妹谈恋爱了 跟我连话都没得说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 对了 你结了婚 婚后生活还算愉快吧 我也跟你谈的事跟结婚没关系 那你家说什么 走吧 一块出去喝杯咖啡 干嘛出去 有什么事家里聊了 我不想在家 因为罗伊一会就回来 我不希望她在场 我在写东西正写在关键的地方 我走不开赶稿子 你也看着了 你别想歪了 我不是来跟你搞什么婚外恋的 我是为了罗伊 为了她 你连十分钟都抽不出来吗 走吧 这事有多久了 前两天 她听到这个消息啊 高兴死了 我说呢 原来有几天了 怎么 你好像不知道 她没跟你说吗 她一直都没有答复我 我还以为 是你在阻拦她呢 我连这事都不知道 我怎么阻拦她 也许 这就是她不告诉你的原因吧 如果是我 我特别想去 但会怕说了之后 你会反对 干脆就不说了 她很想去吗 她有多喜欢大提琴 你不知道吗 这是她等了好多年的机会 要是我 我当然不会拒绝了 四星 你该不会真的 反对吧 我可是当你 真的喜欢罗伊 所以我才来找你的 如果是真的爱的话 她的未来 应该比你自己更重要 如果是真心爱的话 也不会在乎这一年半载 四星 你要是个男人 就不要那么自私 成全她 等她学成回来之后 你们两个相处的时间 还很多啊 你说呢 不过怎么样 你倒是说句话啊 你们姐妹两个 都把我逼到死角了 我还能说什么 是 四星 四星 你买东西吗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你看我 你帮我拎一下呀 喂 你怎么啦 你看那么沉 你都不帮我拎一下 喂 喂 四星 去哪儿了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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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莫名其妙的 生那么大的气 我去超市街不是还是好好的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去哪儿啊 我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下周 明天 你听姐姐说了 如果她不告诉我 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告诉我 一直瞒着我 还是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告诉我 一走了之算 我没有 我没有要瞒你 我只是还没有想到怎么告诉你 而且我还没有决定要去的 没决定 没决定连心情都买了 那是 算了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我告诉你 我不想拦着你 也不想影响你 只是 当你做了任何决定之后 我希望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司庆 我没有要瞒你 你不要生气好吗 我真的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去的 今天是周末 我觉得你应该去乐团 去练你喜爱的大提琴 你怎么了 不高兴了 你在看什么呀 是新的乐谱吗 不是 这是孤儿院给我寄的信 是你工作的孤儿院 出什么事了 可能他们弄错了 我是在孤儿院上班 又不是出生于孤儿院 他们要找的人不是我 那他们要找什么人啊 指挥来了 我就再说 哦 您好 您的信 请您签个字 好 谢谢啊 不谢 谢谢啊 不谢 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呢 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呢 难道 难道 难道他们已经知道罗姨是不骂的 我看过一遍 你好好看这封信 你好好看这封信 他们要找的只是耳朵有残疾 从孤儿院里养出去的孩子 并没有肯定罗姨就是 是 也许是你爸 当年领养的时候留了资料 这么多年过去 人世变化也比较大 就算他们辗转调查 也只能查到这里 是你爸最后的地址 可是 可是他们如果一旦查到这儿 就可能很快找到罗姨了 老婆 你忘了自己了 他们怎么能找到罗姨呢 你就是罗姨面前的一面墙啊 想找罗姨必须要过你这一关 对不对 我不是想要过去 想要过去 我不是想要过去 那是什么 我不是想要过去 喂 爱新孤儿院呢 这里是平山路二十九号 我想告诉你 我们家没有你要找的人 也没有姓罗的 再见 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请你们 不要再到我们家 来找什么孤儿了 打扰我们的生活 再见 罗姨 罗姨 在这干嘛 今天可把我累坏了 你今天回来住了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 怎么 决定了吗 嗯 什么时候去啊 姐 我不想去了 是因为思青吧 对不起啊 姐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你自己的梦想 你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吗 是前途 只有那个傻了吧唧 晕了头的丫头 才会为了爱情 放弃自己的前途 不 罗姨 我拜托你懂点事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想要爱情 可以 你到了音乐学院 有很多年轻 又有魅力的男生 你要怕你找不到吗 可是那里没有思青啊 你 你要我怎么说你啊 你就真要在一棵树上 吊死吗 姐 我知道你关心我 也许我就是婚礼婚头的小丫头 可是我就是离不开思青 我看昏了头的应该是我 我昏了头了 竟然来关心你 我说啊 这丫头是真傻还是装傻呀 啊 她怎么就那么固执呢 哎呦 她是不是察觉什么了 不 不会的 我已经按住她 要她不要问孩子的事 而且 姑妈也不可能 把自己当年的丑事 拿出来告诉别人吧 不管怎么样 他们两个人天天这么打烧面 终究还是危险 没事 想别的办法 支走她 不管她有什么事情难当我的 不用想别的办法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简单直接不就完了 我再次跟你说 不可以动罗伊 不动罗伊 动姑妈 你什么意思 你无非就是怕 姑妈发现了罗伊的身世 把公司拿回去是 咱们的老姑妈要是神志不清楚了 她说的话不就没法律效力吗 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大小姐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中医的药方 活血的 对供血不足的病人来说呢 非常有效 但是对脑血管阴化的人 老话说是要三分毒吗 你真是个魔鬼 你不用管我是不是魔鬼 药方给你了 用不用这个方子 你自己决定 我先去睡了 爸爸 我需要这个公司 我需要这份彩礼 我只有得到力量 我才能够打垮许致力 我便无选择 而且 我真的不愿拱手把公司让给罗伊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换回来的 他什么都有了 而我什么都没有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得到一样东西 就那么难 爸 你告诉我为什么 那么可哲 我们准备一下 爸爸 我知道您一定会生我的气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原谅我 我不会让姑妈真的处危险 只要三个月一到 我得到了公司 就停止用药 好吗 祝您原谅 喂 你吓死我了 你干嘛呀 你昨天说 去不去还没决定 是真的 是啊 不过我现在决定好了 就算决定又没有这么开心呢 一边哼着歌一边洗菜 搞什么呀 谁说我要去了 那其实你就是 嗯 我 谁让你昨天误会我了 让我生了一晚上的气 这是对你的惩罚 那就是说不去了 嗯 是这么好消息 我们还是想问吧 那么想去 就这么放弃了 你不是说过吗 你不会离开我 我又怎么能舍得离开你呢 你看 你看 你先回去 我再陪你一会儿 不用回去 家密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是跟着 上次和你在一起的女孩 才找到你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想再见你了吗 家密 这辈子 我最亏欠的就是你 你我都老了 要是 一直带着你的恨 我就是到坟墓里 也不得安宁 家密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给我此机会 原谅我吧 给你机会 你给我和孩子机会了吗 什么 孩子 你是说 你和我的 对 你和我的孩子 一个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他 他现在在哪儿 在哪儿 你还好意思问他在哪儿 他能在哪儿 他早就死了 死了 如果你当年 能像父亲一样负起责任 他就不会被爸爸抛弃 不会被送到乡下 也不会死得那么早 我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曾经还有个孩子 现在知道了 你觉得你还配得到原谅吗 配吗 我不配 我造了这么大的业 我就不配在这个世上活着 滚 滚 滚得永远的 我滚 我滚 我发誓 我在外面 不管造了多大的罪 我也不会再来找你 你多保重 倒是 什么 能告诉我吗 没有 summoned 他想损责任 耶 amm 我要让你背着我和孩子的恨 一辈子都得不到宽恕 滚 宽恕 姑妈 你 姑妈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姑妈 姑妈她真的好可怜 失去了十三多年的孩子 你都不知道 我经常 我经常看见姑妈在梦里 都在哭啊什么的 四卿啊 咱们帮帮姑妈好吗 不要让她那么伤心了 怎么帮啊 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你想办法你也帮不上 可是咱们总不能这样不管呢 前一阵 姑妈真的好憔悴啊 想想她刚回来那种精明 那种硬朗全都没有了 现在剩下的 只是一张空壳而已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起码现在看着还有点女人味 以前你也不是不知道 像个母业趁母老虎 喂 你答我我也要说 本来就是 就你这人心肠好 就你这人心肠好 时时刻刻地想着她念着她 我想到了 你又想到什么了 其实亲人的离开 并不完全是痛苦的 因为我们有回忆 就像我爸我妈 想着跟他们一起生活的 点点滴滴 我就觉得他们永远都没有离开我 让我觉得温暖 可是姑妈她没有 姐姐说 那个孩子一生下来 就被爷爷送走了 这就说明 姑妈她根本就没有看见 那孩子的成长 她也没有当过母亲 我想 这就是她痛苦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帮她找回忆啊 要让姑妈知道 她曾经想念的一个孩子 是可爱的 怎么找回忆啊 就算快乐也好 怎么样也好 你都不知道人家在哪儿 你去哪儿找啊 你笨哪 她有养父养母啊 我们可以找到的 可以问的 司卿啊 你能不能陪我去趟乡下啊 现在 对啊 我约了随微去谈出晚的事呢 那好吧 那我自己去了啊 你在家等着我 早点回来吧 你小心点啊 嗯 玲玲这丫头 从小就痞 跟个小子似的 上述掏鸟蛋 还老往房顶上爬 房上扇点玉米棒子 她都给抖了下来 听起来 她的童年很快乐 快乐啥呀 她从小就受人欺负 村里的孩子 都不跟她玩 欺负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她 就因为她有残疾呗 一只耳朵听不见 又不是她的错 她也一只耳朵听不见 是哪一只啊 左耳 我们抱回来就这样 她小时候 我们不知道 跑了多少家医院 可大夫说 是天生的 治不了 那她是怎么死的 说是跟中学的同学 去水库啊 这一去 就没回来 我可怜的孩子 才十六岁 他就这么没了 没了 十六岁 那如果现在活着的话 二十一岁了对不对 对 怎么会这么巧呢 我想问一下 她是从哪所孤儿院领养的 爱心孤儿院 怎么了 院长 我想知道二十一年前 那个耳龙孩子的事情 按照罗女士的要求 我们向全国各地发消息 然后又给十几个符合条件的孤儿家庭 去信何时 结果只有从我们院领出去的王玲玲 条件最符合 那你们确定王玲玲就是那个孩子吗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他的出生月份 左耳残疾都是对的 只是后来我们孤儿院也抱养过一个 左耳失聪的孩子 才几个月大就跟人领养走了 那那个孩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这个我们联系过 但是找不着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是什么人把他送过来的 有没有留下什么手续或者是 什么资料什么的 是一个老人家送过来的 他送过来的时候说 他妈妈没有能力抚养 放下孩子就走了 老人 是什么样的老人啊 这个好像有点印象 个子瘦瘦高高的 两眼慈祥 还戴个眼镜 那个长寿梅啊很长很长的 还不到六十岁的人呢 孩子 你怎么了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老人 对好像就是他 你认识他 当年 姑妈跟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女孩 然后 被爷爷误认为是野种 扔到乡下去了 如果 薄女儿还活着 可能跟你差不多到 这药也太苦了 没事吧 是 洛柔 公司事情那么多 你不要来回跑了 家里又不是没有人 让李嫂他们煎药就是了 公司重要还是您重要 我最近老觉得头昏脑胀的 一点精神都没有 姑妈 你脸色看上去的确不太好 你要多注意休息 好 每天坚持喝这个汤药 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嗯 罗姨 姑妈呢 哦 她刚喝了药 睡了 好 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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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哭什么呀 姑妈 你找了我那么久我都不知道 我一直在你身边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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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姑妈 我左耳听不到 我二十一岁 你明白吗 我这只耳朵听不到 姑妈 你知道吗 我就是你了 罗姨 你也太卑鄙了吧 你从哪儿听到姑妈的事了 既然冒充自己耳聋来骗姑妈 你知道姑妈思念于儿心切 你就故意来冒充 你太无耻了 姐 我是 你 你 你 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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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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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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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姨 你现在满意了吧 看你干的好事 我不是跟你说吗 那你不要跟姑妈 听孩子的事吗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我可告诉你 如果姑妈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可不饶你 我绝对不可饶了你的 你知道吗 姐 我是姑妈的亲生女儿 你还敢胡说 我没有胡说 我真的是她的亲生女儿 你说的 左耳隆二十一岁 当年一日把一个孩子送到了乡下 他没有 他送到了孤儿院 后来爸爸找到了我 他不愿意让我成为孤儿 所以就领养了我 姐姐这一切都是真 都没有骗你的 怎么能撑 我怎么那么傻啊 妈妈就在我身边 我都不知道 我就恨不得叫他医生妈 不行 姨姨 你过来 你先过来 过来 你先坐下 姨姨 虽然 虽然我不知道 刚才你说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但是 也许你是姑妈的亲生女儿 也许你不是 但就算是 你现在也不能跟姑妈说呀 为什么 姑妈她现在很危险 你知不知道 她为什么现在老是晕倒 医生说 她脑血栓特别严重 她脑部神经现在特别脆弱 经不起任何打击 你看 这是诊断书 你知不知道姑妈 为什么不去公司了 因为医生特别嘱咐 她不能再着急 不能再受任何刺激 你想想 连公司的事 她都受不了 你这样大的事 她怎么能受得了呢 哥哥是 刚才你那样的行为 有多危险 姑妈如果再受什么刺激的话 我真的担心 担心她永远都醒不过来 姑妈 她怎么会呢 其实 我很高兴 你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这件事 对于你 对姑妈来说 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姑妈 可是你要明白 我必须为姑妈的安全着想 她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你现在不能跟她说这些事情 等她病好一点了 身体有了好转的时候 你再慢慢告诉她 好吗 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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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进去 听话 她的转向她 有个妇严 她的痊愿 提起来 老公 你先回家等着 好吗 依依 听姐姐的话 罗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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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妈 你冷静点 罗姨 罗姨 罗姨她没有来医院 你要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 以后再说好吗 罗姨 她耳朵 左耳朵 我要知道怎么回事 叫她来 把她叫来 快叫 叫她来 好了 姑妈 姑妈您冷静点 你先别那么激动 有什么事 您先听我说 您听我说 罗姨 罗姨她的耳朵根本就没有任何事情 我又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骗你 我和罗姨生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根本就不知道罗姨耳朵有问题这个事情 姑妈 她是骗你的 骗我 她骗我 这个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姑妈你放心 都交给我 我一定把你查清楚 罗姨她为什么骗你 好吗 你好好休息 身体是最重要的 我的孩子 罗姨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我不放心 你就在这儿蹲了一夜啊 姑妈好点了吗 情况还不是很稳定 她有没有问到我 问到当是问到过了 只不过 每次问到你的时候 她情绪都很激动 我为了让她安静下来 所以 所以我只好告诉她 你耳得不拢 姨姨 我也是没有办法 才这么说的 又不是不知道 姑妈现在身体那么不好 如果说了 她又晕倒过去怎么办 卢依啊 不是之前说好了吗 这段时间 你先忍忍吧 等姑妈身体好了之后再说 喂 思青啊 姨姨 我这有位客人 谁啊 方子恩 方子恩 是谁啊 方子恩是谁你不知道 去那老骗子们 也不知道她怎么有脸跑这儿了找你 说什么要出远门了 有事要跟你说啊 算了算了 你跟她说 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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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出来一下吗 方伯伯 对不起啊 我这里有些事情走不开 走不开 啊 姐 姐 姐 没事儿 你赶快去吧 姐 姑妈醒了以后 你一定要通知我 我保证不说话 行 我知道了 你放心去吧 嗯 姑妈 怎么啦 有件事儿 我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可是 姑妈 我终于知道 罗姨她为什么要骗你了 为什么 方伯伯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回美国 我走了 本来呀 本来呀 这也没有什么 让我再留恋的了 再寻找的了 你不是刚从美国回来吗 我本来 是想 找回我二十年前的情感 可是现在才知道 事实比我想象的 要残酷多了 没事吧姑妈 嗯 没事 姑妈 你看 我说罗姨为什么 对那个孩子的事 那么了解呢 看见他们我才明白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 我就这么走了 总觉得对不起你 我几次骗你的钱 实在是不得已 可是 你没有嫌弃我这个老头子 比我那几个不争气的儿子 算了 不提他们了 这世道啊 人情冷暖 我见得多了 可是像你这么善良的姑娘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老天有眼 一定会让你有福气的 天哪 你看 我都记着呢 几次给我看病啊 真的假的 加在一起是六千五穀 来 你拿着吧 我这么大年纪了 不能占一个小姑娘的便宜啊 方伯伯 我不需要钱的 你比我更需要 你还是拿着吧 不不不 这钱你要是不拿呀 我都觉得扫得慌 这 这是我美国的地址 你有什么事情啊 你就找我 哦 方伯伯保重啊 会的 姑妈 路易太傻了 她上了那个老男人的当 那个老头子可真是坏 她当年辜负了你不说 现在 现在又回来收买罗衣冒充你的女儿 姑妈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吗 为了您的财产呢 我看那个老头子 根本就不是回来想请求你原谅的 他呀 就是企图想霸占你的集团 姑妈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你们家属也太不负责任了 病人需要静养 怎么能让她情绪这么波动呢 对不起医生 都是我们没有注意好 我们今后一定会注意的 让你们费心了 谢谢 下的注意啊 姑妈 您还好吗 罗衣 你没听到医生刚才怎么说吗 姑妈需要静养 你先出去 这 姑妈 姑妈你快点好起来 我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你说的 姑妈 姑妈 罗衣 我没想到 你这孩子这么有心机 会串通那个人 一起来骗我 好好好 姑妈已经知道你的事了 你赶快跟姑妈认错吧 我 姑妈 我认什么错呀 我明知道 你不是我们罗家的人 可看在我死去的哥哥的面子上 我还是收留了你 你呢 居然 居然冒充我的女儿 姑妈 不是的 我真的是 莫衣 你怎么回事啊 你刚才没听医生说吗 姑妈需要静养 你还那么大声干吗 姑妈 你让开 姑妈 对不起啊 就算我不是你的亲姑妈 你也不能这么对我呀 就算是对待一个陌生人 对待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 你也不能编出这样的幻画吧 我真是看错了你 我原以为 你只是个孩子 傻乎乎的 有点小毛病 万万没想到 你这孩子 你也太狠了 姑妈 你不能太激动了 刚才医生已经说了 你现在身体真的很不好 姑妈 你不知道姑妈身体 现在不好吗 你还不赶快向姑妈认错 不必了 姑妈 能做出这么卑鄙的事 你以为我还能原谅你吗 以后 我不是你的姑妈 你也不是我侄女 你马上离开这个家 永远也不要回来 姑妈 我们罗家 和你们有一点关系 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你跟我走 走 走 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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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愣着干什么 告诉我你需要医生 医生 医生 姑妈 病人的病情很危险 再这么激动会害死她的 姨 你过来 姐 你快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姑妈 姑妈她认为你冒充她女儿 是别有用意 所以啊 大发脾气 我怎么劝她都没用 那我要跟她说清楚 你想害死姑妈 刚才医生说的话 你不记得了 可我是她的女儿啊 你小声点 我明白 可是现在姑妈正在气头上 你再怎么解释只能坏事 再说了 查清你的身份 还需要很多时间 她现在这种情况 哪有那么多精力啊 你听我的 先把事情放一放 等过几个月 姑妈病情好转了之后再说 你要是这么闹下去的话 姑妈迟早会出事的 罗姨 你顺着她的意 先去避震吧 李嫂 二小姐 对不起 你不能进来 什么 我刚接到电话 你姑妈不让你进这个家门 可是 我拿你几件衣服可以吗 不行 这是夫人的意思 李嫂 你一定不会带来的 我给你一礼 李嫂 involont 你当日她也要上午前 你应该怎么办 我用这个许多了 你应该怎么办 许多到你 你这是沙路 你怎么了 见到那个老骗子 他跟你说什么了 这么说 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我要感谢我爸爸 要不是他把我接回来 我可能永远都见不了 我的亲生妈妈了 是啊 这应该好好谢谢他 虽然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可是把你养了这么大 不管怎么说 都算是另一种血亲吧 我好想他 如果他现在还在的话 我想姑妈不会误会我 依依啊 别那么悲观好吗 事实始终都是事实 我想 不可能什么事情 都永远会误不下去是吧 问题是现在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你看 我现在无论怎么解释 姑妈都不会相信我 她一点都不喜欢我 跟她生活的这段时间 我老是出事 老是闯祸 老是惹她生气 子清 我真的害怕 害怕既是姑妈跟我相认 她也不会喜欢我 你明白吗 害怕有用吗 机会 永远靠自己去创造 我走了 去告诉她 你是她的亲生女儿 要不就去做亲子鉴定 姑妈不能再受刺激了 怎么不能受刺激了 这是个好消息 她身体再脆弱 不至于承受不了好消息吗 我不能冒险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她 我不能刚认她 就会失去她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远远都为别人着想 你为自己着想过吗 自己的亲生妈妈就在面前 不能去认她 不能让她知道 你是她的亲生女儿 太煎熬了吧 我理解不了 姐姐说得对 我只能忍耐 还忍啊 忍到什么时候 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 子清 你能忍耐我吗 你会一直在身边陪着我 等到姑妈好 等我跟她相认 子清 我什么都没有 不能再离开你 子清 子清 不能再离开你 子清 不会离开你 我不离开你 你不离开你 看来你的左耳 确实有中度残疾 看起来 已经有不少日子了 为什么现在才来检查 我这个是天生的 我早就做过检查了 医生啊 我想有一份明确的诊断书 这个诊断书 我可以给你写 谢谢 带好了 等过几个月姑妈好了 我就把这个拿给她看 傻哑的 瞧你高兴 姑妈快点好起来吧 你先去等我一下 我去等我一会儿 请进 医生啊 刚才那位病人的诊断书 您能不能再帮着写一份 再写一份 病人呢 啊 护士小姐 不好意思 她上洗手间一会儿就出来 好的 这是什么 这是刚才一位男同志 让送过来的 说病人看过之后 就会明白了